網羅天下趣事 搜尋萬種風情 修傑敏兒和你站在 精彩生活起跑線 早晨早晨 歡迎大家收聽由傑哥和敏兒主持的 精彩生活起跑線 傑哥早晨 麥兒早晨 各位聽眾早晨 傑哥 今個月有大日子 不過過兩日就是 你說過中秋節 不只是中秋節 還是我的媽媽生日 那就是大日子 雙喜臨門 其實中秋節 都是我其中一個挺喜歡的節日 其實一年裏那麼多節日 我是比較喜歡聖誕節的 因為我喜歡聖誕歌 又有禮物收 但中秋節都可以的 因為可以玩一下燈籠 點一下蠟燭 都喜歡的 其實我們經常在節目裏面說 我和敏兒雖然都是來自香港的 但是我們出生地不同 我出生地在廣州 敏兒就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所以說過節日 敏兒常常說最開心的節日 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 聖誕節對於我這些 在大陸長大 後來才移民香港的人 真是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那個年代過聖誕節 是一種罪惡來的 在中國大陸 現在在中國大陸 其實過聖誕節 都不是那麼提倡的 所以你們那時候 在香港過聖誕節 當然是普天同慶 所以我知道香港的建築 很多燈飾 看燈飾 去尖沙咀 去尖沙咀 包括中環 去看燈飾 所以你對聖誕節 是印象比較深的 好像我這些 在中國大陸出生 和長大的人 我們一定是最傳統的 中國三大節日 新年 然後呢 讓我想一下 國慶 是不是叫做國慶 國慶就不是傳統的事 你都說中秋 怎麼會忘記中秋 中秋 OK 還有一個 可能大家都 不一定一下子能夠說出來 會不會是 重陽節 端午節 端午節 有兩種說法 一種四大節日 就是春節、中秋 端午 就有清明 很多人說清明不算一個節日 是祭拜祖先 所以一般人 農曆三大節日 並且這三大節日的特點 就是在亞洲很多國家 都會過這三個節日 比如說朝鮮、日本、北韓、越南 這些國家都會過 比如說春節、端午、中秋 都會過的 所以一般就是 漢文化圈裡面的三大節日 所以這個月就是中秋節 大節來的 我昨天看到月量很大 是 未完 我相信今年中秋的月量 應該是很大很遠 是 並且有時候 我對天文不是這麼了解 有時候月量會高掛天空 有時候其實 離地平線是很接近的 這個時候是很美的 我曾經有一次 很多年前 坐船 可能剛剛碰到農曆的15 看著月量在那個江水裡面升上來 或者那個境到現在 我都難以忘懷 但有一句說話叫月視故鄉圓 但我自己來了美國之後 感覺就不是 月視美國圓 對 我就說 為什麼美國那個月量這麼大 雖然說月視故鄉圓 但是美國的月量 我就覺得比我故鄉大 我的外生女來美國留學 第一天打電話給她媽媽 第一句就說 媽媽啊 原來外國的月量真是很圓的 是很大 我所知 這個是一個地理的關係 第二個就是 美國的污染程度 比我們的原居地 比中國大陸要輕很多 所以那個特別是光 是很清晰 等於我們在 我們就說LA 三藩市這些地方 我們如果是夏天的時候 看天上的星星 會看到很多 是啊 如果你回到香港 回到中國大陸 基本上看不到星星 但是你去到譬如說 羅華達州 或者美國 中部那些州 它沒有什麼工業 是 滿天繁星 就是令我看回到 我小時候幾歲大的時候 看到的天空的景象 所以和空氣污染 是絕對有密切的關聯 是的 我們洛杉磯 都是算一個空氣污染 比較嚴重的地方來的 所以 即使這樣的情況下 應該說 我們在洛杉磯看到月量 真是比我們在亞洲 看到大一點 又大又圓又光 所以今年我是很有興趣去上下月 因為我覺得今年如果是月量 是在地平 接近地平線的話 應該是又大又圓又光的 是 其實過去我們都有做一些中秋街會 今年或者去年開始 因為pandemic的問題 covid的問題 我們兩年沒有做 但是在我facebook 就不停跳出來 大概是這段時間的了 九月或者十月 我們在過去幾年都有做街會 所以其實中秋節對我來說 都是幾精彩的 因為我們每次做街會 都很辛苦 但是都會開心的 今天我的facebook 跳出一張兩年前的照片 是 那個照片的主題就叫 一輪明月照街會 是 就是 我們街會辦到人山人海 你看到人頭上面 有一個很大很光的月亮 所以大家都說 哇 月亮這麼光 你拍到 不是 那個是我們街會眼睛的 是 光亡淚好像月亮 是 但是我覺得 在這裡過中秋節 就是因為有街會的襯托 就會覺得有些氣氛的 很多時候我覺得在美國 過新年 就是農曆新年也好 或者中秋也好 真的 那個氣氛不及我們在香港 或者在大陸 差很遠 但是因為我們有辦街會 這個新年或者中秋 就是令到我們的感覺就好些了 就是好像覺得 這個節日還是存在了 應該這麼說 其實我自己個人感受 時代的發展 科技的發展 和這個生活的不斷進步 其實很多傳統節日 已經沒有了那個味道 是 譬如說我們以前小時候過年 我想大概來真的大年初一 起碼我想一個禮拜前 那種氣氛 那種大家對大年初一 或者年三十晚來到的期待 是在整個社區當中 那種氣氛是蔓延的 絕對是 你要穿新衣服 穿新鞋 然後要為家裏準備一些果盆 是嗎 辦年貨 是的 辦年貨 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行花市 買這些花 什麼水仙花 吉 其實你過節是一個很開心的東西 但其實我小時候感覺 辦年貨 你是覺得是一個很開心的過程 是 因為那時候物質比較貧乏 譬如說家裏大人說 今天我們出去買些火腿回來 你覺得 哇 火腿呀 我們今天為了過年 去買隻雞回來 你會覺得 哇 雞呀 現在我跟他說 買隻雞回來吃 你說 蛤 不要啊 減肥 不如吃清淡一點的東西 整個生活水平的改變 是令到你對節日的感受 是完全不同的 那新年對於未婚的人 特別是小朋友 更加開心 因為可以逗禮士 在美國還有逗禮士 也有的 沒有那麼濃厚 絕對不會 你很少去拜年 在美國 可能放到一天假演很好 因為很多公司 唐人公司都會說 今天是中國新年 放你一天假 但在美國公司就沒有 所以這個 去拜年這件事 基本上在美國 我自己就沒有了 現在呢 我跟你說 在美國很少封禮士 免除了麻煩 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一到過年 好了 你要買藥肝種不同的禮士風 是 有些放10元 是 有些放100元 是 有些放500元 但那些禮士風 我覺得越出越精緻 關鍵你要分很多種 你遇到不同的人 我知道 譬如說香港 大陸也好 我曾經記得有一段時間 你那段 如果是年初一開始 到年 到正月十五 你要去茶樓飲茶 你真的要代幾十封禮士 是的 那些適應 傳菜 什麼都來跟你說 恭喜發菜 那樣要掩 每個人都在掩你不掩 社交上你很尷尬 所以那個袋就要拿著一疊 好了 你要分清楚 這一疊是一般適應的 這一疊是和我相熟的經理 到時老闆的什麼什麼出來 我又要給他另一封 你要想 哪裏 是哪個袋 這個袋 真的會 很煩很煩 但我剛剛說到 那些禮士風 真的很精緻 以前很老套 可能有個什麼吉字 很簡單 不可以說老套的 這件事是傳統 很簡單 但後來越出越精緻 有些公仔 Hello Kitty 叮噹 有些又寫著什麼 學業進步 然後又有盛事 我覺得越出越多 很精緻的信封 我很喜歡那些禮士風 現在大陸最新名的禮士風 是什麼 什麼 微信轉帳 什麼 微信轉帳 都免得跟你去找禮士風 但我覺得收禮士風 真的收到那個禮士 比你更開心 你就在電話裡 看到微信轉帳 可以看到你 恭喜發財 拿手機出來 微信轉帳 封封禮士給你 以前會用手寫信件 現在是E-mail 或者是 有些e-card 聖誕發落 Merry Christmas 但始終 我覺得收到手寫的 沒有那個微信 沒有那個微信 或者手寫的一張卡 我會喜歡多些 你的心意在那裡 手寫的 心在那裡 我剛才說微信轉帳 我給你一個禮士風 你的禮士風很漂亮 其實你不知道裡面 帶著一塊錢 回家拆一塊錢 如果是給微信轉帳 一轉它 斜的 那麼孤寒 但是剛剛講到中秋節 我們都是言歸正傳 回到中秋 不如休息一會 轉頭回去再談 好啊 歡迎大家回來 精彩生活起跑線 結果是剛剛我們講中秋的話題 中秋節其實 除了可以點一下燈籠 玩一下之外 其實吃東西都很重要 當然啊 中秋節我小時候印象最深的 其實那時候 月餅印象最深的 那你說吃那頓飯 其實未必很豐盛的 因為可能和過年比不夠豐盛 但最緊要有月餅吃 還有中秋傳統食物 你可以講到幾樣呢 即是我覺得是月餅不能少 嗯 那這個叫什麼 齒啊 那些叫什麼齒呢 齒?水果 是的 水果大那隻齒 那另外 羊土 啊? 羊土和中秋都有關係嗎? 我記得我在香港 真的吃齒吃羊土 應該有一種叫鹿油 那個水果 羊土 我記得 傳統中秋呢 即是廣東地區 就一定有鹿油的 是 那中秋吃什麼呢 我小時候最傳統 每年一定會見到這幾樣東西 嗯 鹿油就是水果 通常拿來擺 是當晚不吃的 是 嗯 魚餅 魚餅 魚餅固然有 魚餅 魚餅不能夠 我們現在在超市買的大魚頭 嗯 是那些乒乓波這麼大的小魚頭 為什麼有魚頭吃呢 那我都 那時見到家裡的大人 很執意地買到魚頭 因為一到中秋節 到處買不到魚頭 一定要買到 為什麼呢 原來呢 那個小魚頭有個說法 叫做 好魚頭 嗯 用國語講,就很容易頭 除了糊頭煎,就有田螺 中秋節吃田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那時候一定中秋節是炒田螺的 是嗎? 家家戶戶就炒田螺 我沒有 為什麼日象這麼深呢? 以前吃田螺,你吃過田螺嗎? 你吃過了 吃田螺有一個工序 一定要把田螺頭剪掉 那時候真可憐 這麼小的田螺要炒一大碟的話 要用鉗子剪至少一個小時才能夠剪掉 剪完之後煮熟了,吃都很有技巧 是不是用牙籤去剪出來的? 以前傳統說法,用牙籤去剪出來 就叫做不成功 為什麼要剪一個頭呢? 就是兩邊能夠由空氣流通 然後一搓就行了 搓田螺,搓田螺 你有沒有見過了田螺,搓田螺 不知道 搓田螺 但我真的不覺得 我不覺得我在香港的時候 中秋會吃田螺 因為你們始終是 香港地區不是一個 真是維護了很傳統的中華文化 它怎樣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 說到月餅 其實最原始的月餅 可能是沒有蛋黃的煉熔月 然後有蛋黃就貴一些 兩個蛋黃,三個蛋黃 甚至乎四個蛋黃就更貴 然後這個煉熔有分什麼 普通煉熔和白煉熔 最早是這樣的 月餅最早是什麼 是豆沙月餅 豆沙 然後後來就進展到煉熔月餅 煉熔月餅就是在清末已經出現了 是 所以廣州以前有個酒樓叫煉香樓 它的煉香樓的月餅很出名 是 現在你還看到的 在我們美國也可以買到 所以後來就進展到煉熔月餅 後來就變成白煉熔月餅 是 然後就加蛋黃下去 是 加完蛋黃下去 後來就覺得都不夠 因為那時候鹹蛋黃比較少 嗯 正如你所說 加了四隻 現在我叫你吃半隻 你都已經頭癢 沒有說吃四隻 四隻的話 其實你在吃蛋黃 是呀 因為那時候鹹蛋是很稀罕之物 是 後來就 哇 然後魚餅餡就多了 譬如說五仁 五仁有不同的果仁 五仁是全部那些Nuts 因為我不吃Nuts 所以我就一般 不重要 有些人喜歡吃 不重要 五仁再加東西 加什麼呢 第一 先加這個肥豬肉 是 叫做五仁鹹肉月 那時候都是覺得你沒有肉吃的 所以在魚餅裏面加肥豬肉 是 五仁鹹肉月 然後再進一步 不行 這個生活好了要改變 五仁火腿月 哦 金華火腿 真的加金華火腿下去 都不行 都覺得這個生活更加好了 這個金華火腿都搭不到我們的生活水平了 五仁鮑魚月 真是放鮑魚下去 很貴 普通的蓮蓉月 有些蛋黃的 現在都賣到很貴 即是在美國就三十幾四十幾元一盒 嗯 真的很貴 嗯 後來我來到美國之後 又發覺台灣的月餅 那個餡又不同 是甚麼餡 他們終於用棗泥 紅棗把它採成泥 所以其實月餅餡不同的地方 沒有東南亞地區 只是中國都有很多不同的月餅 港式月餅 蘇式月餅 北方月餅 各種餡料是不同的 香港很多年前開始流行冰皮月餅 其實冰皮月餅就是一些好像糯米池的感覺 好像煙韌韌的 冷的 另外就有些雪糕在裏面 這個就一定不是傳統中國月餅 是不是有雪糕呢 我都不記得了 但是很受歡迎 你可以放任何東西進去的 你可以放雪糕進去 你可以放其他東西進去的 我試過在香港買過一個在Starbuck 特別做的月餅 是咖啡味的月餅 真是很特別 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多不同的月餅 甚至乎市面上見到有花旗心月餅 有 我們做街會 有些Casino贊助 我們都做了個類似籌碼月餅 上面有它的標誌 隨便做 我們當時的帽子就是 回大陸 練過加工的帽子回來 所以月餅其實是中秋節的一個象徵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象徵 不是食物 現在已經 老實說我一口一口月餅 你真的會吃得多 很多人說收到月餅 其實都過了中秋 可能隔了很久都吃不完 結果要扔的 為甚麼呢 每個人現在是注重健康 其實月餅那個 那些油很厲害 有些比較便宜的月餅 我真的見過 整層油在膠盒那裏 是很害怕的 當然 油多才能夠顯得它香 以前我們小時候買月餅是沒有盒的 是拿紙包著的 回到家整張紙變成油紙 很油的 所以現在每個人都追求健康 所以我覺得月餅 越來越多人就說 你最好不要送月餅給我 所以 我不是的 我是說我知道你不吃了 幫我送給你表達心意 其實都是別人送給我 在此我見到有人是改送其他 譬如鳳梨酥 或者其他的東西 鳳梨酥和月餅沒有甚麼區別 一樣那麼高糖一樣那麼高油 綠豆碰 一樣的 那些東西都是 它咬起來很酥的 都是有大量的動物油在裡面 豬油 你自己是這個擅長做點心的 你知道 你做那些合桃酥 如果放少一點豬油 沒有那麼酥的 那倒是 但是我覺得月餅已經很多人開始 因為知道大家都是注重健康 真的開始送其他東西 至於那些東西 健不健康就難說 你在講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一直在按著我的肚腩 不可以再這樣下去 除了月餅之外 剛剛說 其實一年裡面 我相信有兩個比較大的節日 是一家人需要一起吃飯的 一個就是農曆新年 年三十萬 另外一個就是中秋之前 在美國有不同 在美國中秋和農曆新年 大家一定要團圓 美國還有感恩節 感恩節是大家要坐在一起的 所以 比我們原來 生活的地方 又多了一個大家一定要坐在一起的 一個時光 但是 坐在一起當然吃得好些 但是 原來台灣的習俗中秋節 是吃烤肉的 這件事我真的第一次聽了 一個地方的地方都不同的 台灣的中秋節 烤肉成為他們一個民族來的 所以你回台灣中秋節 大家一約肯定要求路 一定是他們的中秋節 其中一個美食的方式 是 但是那個由來 我看起來就覺得有些 拋頭的 為什麼呢 就是某一年 突然之間在中秋的時候 有一個廣告出來 就說 這個烤肉醬 其實那個廣告是賣烤肉醬的 就說 這個烤肉醬 一家人來吃 就是一家烤肉萬家香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 各大品牌就開始 相繼推出這個烤肉的用具和食材 慢慢台灣人就 就覺得中秋節就要吃烤肉了 就是這樣 一家烤肉萬家香 原來是這樣的 是啊 所以你說是不是很出口 其實你問他為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這個廣告 令到多些廠商在中秋節 就覺得 推出這些烤肉 烤肉用品 原來是這樣 就吃烤肉了 因為一家烤肉萬家香 這句話 你知道我在哪裡聽到嗎 在哪裡 在桌子上面 一個人出寵 三個人吃糊 就叫一家烤肉萬家香 原來跟中秋節有關 我根本才知道 是啊 所以說為什麼中秋台灣 就會是吃烤肉 就是這樣 我們待會回來 談談有關中秋的話題 好 待會見 回來精彩生活起跑線 結哥剛剛說的 台灣中秋節就吃烤肉 這件事比較奇怪 你令我知道 一家烤肉萬家香的來源 我以為是打麻將才說 原來台灣有另外一個習俗 跟我們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 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在香港就會玩燈籠 因為中秋才會有燈籠 這件事 但原來台灣 燈籠似乎是春節 元宵節才會出現 那時候我們做街會 跟台灣人合作 他們都覺得 掛燈籠 不是春節才掛嗎 燈籠是傳統的中秋節的聲音 哪些地方是中秋節有燈籠 應該是春節才會出現的 而當年蔣介石撤退台灣的時候 沒有把這個民族帶過去 其實中國大陸中秋節 特別在南方廣東地區 中秋節一定是點燈籠的 那時候我小時候最開心 就是吃完飯 跟小朋友拿著燈籠到街走 紫的那些是嗎 紫的那些 你不小心燒了 你就會大喊一場 其實我覺得 燈籠有一定的危險 因為有火 很多時候中秋節都會有火警 那除了這個燈籠之外 燒這個煲立危險 煲立是香港人的習俗 反而在廣東有沒有 什麼 大家都聽到政府 呼籲大家不可以煲立 不給煲立 但是大家都繼續 這是香港的習慣 中國大陸沒有的 燈籠現在都有 但是已經換了電視 已經不會有那種火警的危險 但是燈籠也是越出越靚 以前就是紫燈籠 就是最傳統那種 一拉上來一截 後來有些公仔 什麼羊土 用那些不同形狀 用那些玻璃子去屈出來 我小時候小學的時候 也學校有燈籠設計比賽 對於我這些勞作 或者沒有創意的人來說 沒有手工天份 沒有 那就真的請窗 沒辦法 因為我真的做不到 我爸爸幫我做了一個 用這些玻璃子去燈籠 結果還要是被人 放在廚窗裡去貼堂 那算不算是貓呢 算的 其實真的不太好 但我真的不懂 其實我相信很多小朋友 都是叫家人幫忙做的 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講回中秋的習俗 其實你知不知道中秋的來源是怎樣 好像聽說是有一個叫後藝和常鵝 這個最經典的故事 這個關於月亮的傳說 其實中秋最早的習俗 是對月亮的祭拜 是 你相信遠古的時候 大家對自然界認識不太深的時候 突然間在一年的某個時間 哇 月亮又大又圓 我覺得不一定是神靈有什麼暗示 但是初一十五都會完的 就是中秋最完的 初一十五都會完的 初一個月亮是殘月來的 十五才會完的 差點被你誤導了 只有十五才會完的 是嗎 不是初一十五都會完的 改定做不好笑 敏儀對這個地理知識 就少少欠缺 十五才會完 但是中秋是特別完 所以其實在周朝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由政府主導民間 有很多制敗月亮的活動 就是因為制敗 所以我以為初一十五 那些人制敗 那些人制敗 對我就是看到那些人初十五 制敗月亮 就是一年當中的中秋節 所以慢慢就形成了過中秋節 去到唐朝 據說唐太宗特別喜歡吃月餅 覺得中秋節應該有多些 豐富多彩的活動 慢慢形成了節日 去到宋朝 就將它基本上固定下來 就是成為中國的傳統民間之日 但是除了中國之外 因為中國以前的中原王朝 有很多所謂的繁殊國家 包括現在的越南 朝鮮、韓國這些地方 所以慢慢這個習俗就流傳到那裡 你有沒有見過四方的月餅 四方的月餅 月餅傳統是圓的 現在都是四方的 現在有四方的月餅 你知道怎麼來的嗎 這就是越南的習俗 是 因為越南的中秋節 他們多了一樣東西 除了祭拜月亮之外 都要祈求上天保佑 風調雨順 那為什麼這個月餅是方的呢 因為它們風調雨順 就是為了能夠有 這個農作物的收成 田是方的 一格格田是方的 所以月餅又造成方的 那慢慢 其實大家已經習慣了 吃月餅是方的 你現在問我 吃圓的月餅 反而少見 通常都是方的 中秋節就和月亮有關 那當然是月餅是圓的 傳統的 但是越南的習俗就是 因為我要祈求風調雨順 田是方的 所以它們就造了方月餅 而慢慢大家覺得 方月餅在包裝 運送過程當中 好像都幾方便 所以現在慢慢大家習慣了 月餅有方的有圓的 那所以月亮這件事 你剛才說月亮圓的 所以月餅圓 月亮這件事 和中秋是有密切關係 所以那個民間故事 說什麼後藝和上俄呢 都是上俄奔月 都是和月亮有關的 後藝大家都知道 因為傳說遠古的時候 這個地球有十個太陽 曬到大家的魔法生存 後藝就神箭射了九個 它一路射 太陽一路走 射到第十個時候 就躲到山裏 所以我們的天就黑了 就變成夜晚了 我們這個世界 總不能夠永遠都是夜晚的 所以就請日神雞 當然是公雞 一提 太陽就出來 所以就有日有夜 這個是後藝射日的傳說 後藝有個夫人叫做上俄 後藝射日 令到我這個地球 敷衍回正常之後 上天就賜了長生不老弱給她 後藝又不捨得吃 交給她的太太 她的夫人上俄保存 後藝有個徒弟 後藝就叫做蓬蒙 蓬蒙就一直想吃長生不老弱 所以經常去糾纏上俄 上俄情急之下自己吞了 一吞完之後 就變成神仙 星仙就升了月亮 為什麼升了月亮呢 因為黃大帝說 這個藝本來是給後藝吃的 你吃了 你都變成神仙 但我要你變成一個寂寞的神仙 就將她升了去一個 咦 跟我聽的那個不是很一樣 有很多個版本 是 所以常鵝為什麼吃了長生不老弱 變成神仙 但她去了月亮裏面 只有她和吳剛和兔仔 總共兩個人一隻兔 這個黃大帝懲罰她 要她過一種寂寞的生活 蓬蒙是始作俑者 是因為她糾纏了常鵝 所以常鵝情急之下吞了下去 那蓬蒙是誰呢 誰呢 蓬蒙呢 後來就去了這個 寧宵殿 即是月亮大帝那裏 做了天蓬元帥 哦 天蓬元帥是誰呢 我聽過 朱伯介 是呀是呀 朱伯介為什麼由天蓬元帥 變成了朱伯介呢 是因為她調戲媚女 然後被人打落凡間 就投胎 就情急之下變成是豬 她調戲那個是誰呢 常鵝 所以為什麼天蓬元帥會調戲常鵝呢 因為她倆之前認識的 嗯 所以常鵝去參加王母娘娘 那個壽宴的時候 天蓬元帥就是調戲她 這就是中國很多種不同版本的民間傳說 其中一種 我聽過傳說 就是因為常鵝情急之下 吃了那個長生不老藥之後 就升了去做神仙 但是她不捨得她的丈夫 所以就選了最近這個地球的月亮 就在那裡整天看著她的丈夫 那時候的人怎麼知道月亮來地球最近呢 都說傳說 月亮上面我們說有三個人 一個叫做斬桂花樹的不光 一個常鵝 是 還有一個小兔子哪裡來的呢 哪裡來的 不如休息一會回來探討一下好嗎 好啊 待會見吧 好 回到來精彩的生活起跑線 結哥剛剛說到 月亮上面有兩個人和一隻兔 那除了常鵝之外 請問那一個人和那隻兔是誰呢 另一個人就是吳光 這個關於月球上有什麼呢 通常我們知道有常鵝有吳光 還有一隻兔子 還有一棵鬼花樹 基本上你看所有中國民間故事講的月亮 這幾樣東西一定有的 我們基本上總結就是兩個人一隻兔子加個樹 那常鵝我們剛剛說了 因為她的這個丈夫後藝蛇日有功 長生不老弱 誰知道後藝有個不肖之徒 門徒叫蓬蒙 後來這個西遊幾年 天蓬碎 朱八戒 因為常常糾纏 常鵝要拿她的仙丹上鵝吃了之後 自己做了神仙 大約王大帝說 你本來不應該成為仙的 那你都因為陰差陽錯你成一仙 所以都要懲罰你 就將她放到最寂寞的月亮 其實很多人都說 不是呀 月亮上面不是很寂寞 還有個叫吳光的男人在 吳光我就是茶滿油的吳光師傅 我只是香港藝人 吳光有什麼人呢 吳光其實是漢朝一個人 漢朝那時候很多人 會去那些傳說去那些深山裏面 遇到仙人 就是何神仙 吳光其實是一個神仙學徒 是 在學神仙的過程當中 他犯了錯 犯了什麼錯 有很多種傳說 我們今天就不一個個版本去講 總之他犯了很嚴重的錯誤 那玉王大帝就懲罰他 去了月宮 即月亮上面 那吳光說我犯了錯 那你都要有個 令我改過的機會 是 那玉王大帝就說 可以這裏有一棵桂花樹 你把桂花樹斬塌了之後 你就可以成仙了 所以我們現在用玉眼看地球 有些陰影這樣的東西 當然我們現在有現代的天文知識 我們知道 那個是地球上面那個 地貌所造成的陰影 但是古人不知道 覺得陰影有點像棵樹 是 就傳著有一棵桂花樹 吳光就奉玉帝之名 上去要斬塌樹 他就可以成仙了 誰知道玉帝就在那裏耍弄他 他拿著斧頭斬一棵桂花樹 一斬一個口 他的斧頭離開 口自動就合作 一斬一個口 他斧頭一離開 又合作 那像我們整古人的蠟燭 生日吹蠟燭 一吹他就著返 一吹他就著返 所以他永遠就在那裏斬一棵桂花樹 所以就沒有空跟上鵝聊天 上鵝怎麼辦呢 原來常常有一個小夥伴 一隻兔 兔仔 哪個兔仔怎麼來的呢 答案是不知道 中國的民間傳說裏面有很多 但是呢 大家都覺得聽起來不是那麽 也有很多版本 是的 但聽起來不是那麽優美 所以有些又說 譬如說是 後藝 後面變成兔仔上的陪他 如果後藝上的陪他 就不要變兔仔了 做回後藝就算了 大家都覺得這種傳說很牽強 所以現在關於月亮的傳說 關於中秋節的傳說 最大一個謎就是 這日兔仔怎麼上去呢 沒有一個令大家都覺得 這個故事聽下去 不要是順復 聽起來多好 我們都很願意接受這個答案 不好 現在無時沒有 不如我們有空去編一下 所以現在見到很多網上的圖片 一講中秋節 就是見到那個 兩個人一隻兔和一棵樹的圖片 通常都是講故事 講吳剛怎樣去砍桂花樹 常鵝怎樣偷吃了先丹 然後就 萬一你有機會去月亮拜訪他們 吳剛又會做一種酒給你喝 什麼酒 桂花酒 因為他有桂花樹 他得天獨口 所以傳說月亮上最好的酒 就是桂花酒 總之這就是關於中秋的傳說 我們講回我們在美國過中秋 其實沒有了那種節日的氣氛 但我覺得利用中秋節 大家家人或者親朋大家聚一下 都是個藉口來的 其實在美國 我想尤其是加州地大 我覺得要聚是難的 但是真的有時候就是 最好有些節日給我們做借口 例如節日或者生日 我們就可以一班朋友 拿個藉口出來聚一聚 所以其實這個中秋節對我來說 都會有很密切的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農曆生日 就正好8月14日 8月14日 中秋節的前一日 所以每一次中秋前一日 就是你生日 是否這樣說 農曆 農曆生日 農曆永遠是8月14日 你知道中秋節是8月15日 知不知道前一日後一日都有說法 為什麼呢 什麼意思呢 中秋節那天叫什麼呢 賞月 哦 那我知道了 盈月和追月 是的 8月14日叫做盈月 所以我的農曆出生的日 就是盈月 所以就 有什麼習俗呢 譬如說盈月是要怎樣呢 準備過節 是不是 這個 湯雞散鴨 是不是 那你以前 我小時候過節之前 一定是明天過節 今天就準備一些東西 那時候的食物供應 那時候我還在大陸生活 沒有那麼豐富 你一定要提前買很多東西 嗯 那又沒有冰箱 所以你要將這些東西做到半成品 中秋也挺熱的 是 所以又沒有令它變質 但我見有些朋友的家人 真是懂得自己做月餅 真是從那個餡料一路做 做了皮 那我覺得那個過程 就是他家人很享受的 就是覺得做很多很多 然後不停地送人 那其實你就是等於什麼呢 以前我們過年炸油國炸蛋散 是 你不知不覺這個過程 是一個一家團聚的過程 嗯 爹地媽媽在這裏煮 那那些小孩可以幫忙 我小時候每到過年 一定幫媽媽反蛋散的 嗯 蛋散弄出來切好之後 割了一刀 那你將它反幾下 那樣多打幾個閘 那會好一點 那為什麼家裡沒有蛋散 那樣東西呢 他通常呢就做煎堆 炸豬肉 那都有的 每個家庭的習俗不同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 做這個過程呢 一家人都會在一起 是 那雖然是很忙暖 這個好像搞到一頭煙 那其實就是一種過節的氣氛和樂趣 那是 那始終都是講到沒有呢 好像新年那個過節氣氛呢 是遠遠比這個中秋過節氣氛強的 不同的 因為你中秋 你新年呢 有一個叫做什麼 就是中國人來說普天同慶 所以大人小孩各有各的自己的快樂 中秋其實更加大家注重是團圓 是 不會太熱鬧 但是會有很多私情懷疑的東西 吃完飯 坐在草地上 想一下月亮 嗯 講些這個民間傳說 那是一種更有文化氣息的東西 是 那今時今日我們在加州 我們在美國 很難找回那種過節的感覺 那只不過我覺得其實 我自己感受最大的好處就是 找個藉口和朋友聚一下 是 特別疫情之下 現在我們都很難去指望 有一天新冠肺炎 完全在這個地球上 完全在美國 完全在加州消失 嗯 我們只能夠有效的疫苗 有效的藥物 保護之下 我們講回正常的生活 那所以這個中秋 其實我覺得 大家更加應該 在安全的情況下 和朋友 多點和家人 在一起 嗯 來補回疫情 對我們帶來的社會 那種隔離 其實每一個節日 我覺得都是跟親朋好友 一起聚一下的一個好借口 嗯 就是剛剛播了那個勞工節 就是美國 就是勞工節 就是拿來烤肉 烤肉 剛剛就說台灣 原來是中秋節烤肉 但是勞工節 我們是烤肉 那接下來呢 我想 十一月的感恩節 和聖誕節 都是一個 給家人 是一個 聚的一個 很好的節日 的藉口 嗯 珍惜和家人在賣茶的時候說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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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